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最受歡迎的導遊林隆 大家好 林隆和過年就在副團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節目製作人 林志文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婚故業者Vivi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外科主任劉曉東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還有媒體人迪志偉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真的有這種人嗎 我們正義你說一牛米是百有人 什麼樣的人都有 我們今天主題的一個真的有這種人嗎 就是有這種人 那麼這個我們來看第一則新聞 有一個網友他跟朋友在咖啡廳聊天 沒有想到假拼的先生竟然轉頭 對他說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要求 那是什麼樣的要求讓人跌破眼鏡呢 好 志偉 對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咖啡廳就是一個公眾場所 所以就會有人去那邊看書 有人會聊天 有人會談事情 但我也有看過人家在咖啡廳裡面視訊會議的 那他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因為他戴著耳機 專注在他的會議上面 他可能也不會管旁邊的人 那反而是應該旁邊的人會來告訴你說 先生你可不可以小聲音 因為你太大聲了嘛 這個網友遇到的情況是相反的 他跟他朋友在在那個咖啡廳聊天 比方說我跟VV在聊天 然後突然就拍拍你說 你們可以小聲一點嗎 我在咖啡廳正常講話 為什麼我要小聲 對 因為我要視訊會議 所以你們這樣子會吵到我 對 不然你就坐遠一點 不要在我旁邊這樣 公共空間 對 這個網友就覺得說 奇怪了 你視訊會議不會去你家 在家裡做 或是找一個真的安靜的地方 你怎麼會在咖啡店 是 那你在咖啡店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做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不能要求我要小聲 對 所以這個網友就覺得你憑什麼要求我小聲 那後來他有小聲嗎 他當然沒有 那等於是說他只是覺得說 他怎麼好意思來對我提出這樣的要求 所以就是說這個話你怎麼說得出口 那林農你也小聲嗎 因此小聲嗎 這個要求 這個很奇怪 因為那不是讓你在那邊做你自己事情 的地方 公共空間 如果我大概 我不會理他對不對 我不會理他 但是我沒有那個膽跟他嗆 照料我的 我可能會越聊越大聲 對 志文你會理他嗎 我是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戴耳機 我剛剛也沒有戴耳機 他不是說有戴耳機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有些人他戴耳機 他會旺的旁邊會講很大聲 那那個他會覺得人家吵就是沒有戴耳機 他就是沒有戴耳機 所以也聽了 我說你要戴耳機 然後最好裝一個外接麥克風 這樣才會輕鬆 對 所以我看到他應該是新鮮人 就突然大了開始 他跟你拜託了 叫你比較小聲 你會比較小聲嗎 我會覺得說我也當作不知道 這樣喔 這樣喔 好 讓你賣當好 你家裡都有視訊喔 Vivi 你會理他嗎 我覺得我會看他態度耶 如果說他態度是很好 對 很有禮貌的 我就真的會小聲 可是他如果是很沒禮貌 噓 拜託 我才做視訊 這樣子我就會神奇 為什麼 因為噓 我覺得你可以跟他說 不好意思可以麻煩你 就是音量降低一點 對 這樣的方式我就可以接受 他如果是先噓出來 我就會噓回去 對 因為我會覺得說這樣子 就是會讓 妳怎麼噓回去 就噓 我覺得你開會也很吵 我也沒有說你啊 對不對 看態度 對 所以我會看他的態度 是 由於是 我跟玲瓏差不多啦 先要看他身材怎樣 才決定要怎麼反應 你這個是四十五為俊傑是不是 不然到時候要送醫院 我覺得我最鬧腫耶 因為如果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講 我會換位置 我就走掉啊 如果有位置給我換的話 我就不想要跟他一般見識 因為我們也遇過去咖啡店 他不一定是在視訊會議 可是聊天真的講得很大聲 那你如果要跟人家談事情 其實是 這很可視啊 你在插他 這算很可視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他在公共開 公共傳合不可以這樣 當然啦 剛剛劉醫師講得很對啦 因為如果邱靈邱 我們的 我們的 不要說小聲音 如果 如果是 就 蛤 你在講什麼 對 不理他 對啊 那如果館長呢 館長 館長就說 你們在開什麼視訊會議啊 那個 好嗎 我小聲音 對 如果我入境的話 不曉得可不可以 這館長 其實很怕 真的 好 接下來呢 是 林隆 林隆 這個碰到的 實際的兩次的經驗 早上有一天比較早進公司 但是時間還沒到九點 就那個連鎖早餐店 叫漢堡在那裡吃 找個比較邊邊的 所以因為有時候 我們是在不希望吃個飯 林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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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在角落 你怕人發生 你實在太有名了 太受歡迎了 不是啦 那都是你 真的 林隆太受歡迎了 然後呢 前面那一桌 一個年輕人跟媽媽 我們在那裡吃的是什麼 吃的漢堡 那感覺很不好 忍下來 繼續吃 過不到一兩分鐘 又這樣 我就過去了 在吃漢堡 你洗鼻涕的聲音 聽起來很噁心 結果他那個看我的眼神 我跟他眼睛對上 我就知道不對了 因為那種是有類似 照抑證或是強迫症 或是暴力 眼睛會噴火的那一種 然後他是這樣子 我跟他講之後他 兩次都很大聲 然後接下來講說 我鼻子過敏 那你要叫我怎麼辦 我就低頭 第一個念頭 我是俗辣 第一 對 我說我是俗辣 第二 我們老師講過一句話 不要教一隻豬唱歌 因為你會氣死了 他也會很生氣 我吃一半的那個漢堡 我走去走去 我就聽到媽媽在那邊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在想那一定是一個 有問題的人 他的孩子告訴他 你不要 不是媽媽 媽媽跟他講 你不能這樣子 再頂人家 你跟他講他 他還想更大力 對 所以我有一次的 你跟他講 你這樣鼻子會受傷 漂亮 真的 這樣會流血 我說你死得太大力 有時候變成 從那邊衝出去 所以說 下次再有碰到 我就很小心 是不是要跟他講 不是 不好意思 我要講一下 如果你跟他講 他說 他是怎樣 過敏 他說 我就過敏 那你要叫我怎麼辦 對 你要說 對 你過敏 我真的很同情 但是你要醒鼻涕 你要去廁所 或者去哪裡醒 你要在吃早餐 這裡是餐廳 那種眼睛是噴火的 那種是已經有病的人 才是那種眼神 所以說第二次 印象最深刻是在台南 台南你可以四百塊 那個小吃一網打進 你就四百塊給他 各種小吃都有 在那裡吃 在那裡吃 然後隔壁桌很近 因為那位置很窄 兩個小姐坐面對面 那個小姐吃完 他在那邊 什麼 記憶你怎麼還嘟到這個手片 你就 張銘找到什麼 你命中缺 人家說張銘找到什麼 然後呢 我不敢跟他講 因為那種創傷還在 吃一吃 還在那什麼 我一看是兩個女生 而且船長還滿司馬 然後就這樣子車過去 我就跟他講 小姐 我在吃東西 你在那邊洗鼻涕 很噁心 他說 我的洗鼻涕 甘銘屁是中華民國 有哪一條法令說 不可以洗鼻涕 我一碰到一個這種 然後我就 我態度那時候 聽我說 你看我正在吃蚵仔煎 你上面給我洗鼻涕 聽我他一看的時候 他笑出來了 然後他笑出來之後 笑出來就好解決 他說 我鼻子一直過敏 好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不好意思 謝謝你的配合 然後我回過頭 再面對那個蚵仔煎 我真的就吃不下了 不會蚵仔煎裡面真的有蚵仔 不是蚵仔煎那個 哥哥 對啊 所以以後 蚵仔煎是不是要勾鏡嗎 對 功勤嘛 以後從此之後 我再吃蚵仔煎的味道已經不一樣 因為我就聯想到 那一個洗鼻涕的女生 所以說這是這樣 有時候 很多人 我都在車上 有時候跟人家開玩笑說 這是很自然的動作 也沒有說不行 但是如果沒有人跟你講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如果有聽到 兩件事情 不要在餐桌上 餐桌裡第一 洗鼻涕 第二 完了之後 開始剃牙齒 在那裡剃牙齒 很沒水準 那我老婆都罵我什麼 就像你剛剛那個動作 我吃完 有時候吃完飯的時候很 很習慣就這樣 我老婆沒水準 然後哥哥 不是 就罵到那個族群 你怎麼吃個飯 然後嘴巴這樣子 後來 有時候 憋得憋不住 看到有沒有看我時候撈一下 要不然就手要這樣子 所以這三件事情 觀眾朋友 不要剃牙齒 不要洗鼻涕 如果真的要剃牙 不方便你還是至少要蓋住 對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有的人是很乾淨 對 那這個劉醫師這邊 也碰過這樣的病人 有耶 我剛剛去我們現在所待的醫院 那是社區醫院 社區醫院當然我們服務為主 大部分病人的要求 我們要盡量配合比較好 服務這樣比較好 我剛剛去的時候看診很仔細 每一個都慢慢看慢慢看 怕漏掉 是 建立關係 來 結果看看有一次 看到一半 我自己都忘記多久了 結果門突然被踹開 砰 踹開 一個偶像 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 看那邊是在衝殺小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要誇獎一下劉醫師 因為劉醫師是外省朋友 他講究竟講到這麼溜 常常聽到就會學起來 然後我一聽到這個問題 需要回答 我說好 這樣 你快坐下來 我給你看比較快 他就說不行 這種要求你看 別人可以看快一點 他需要看快一點 他要給他看快一點你就不要 他不行 這是其中之一 那還有呢 好不容易看夜診 晚上也要服務 我們大概一般到了九點 以後大部分的人 下班完看完了 九點以後很少了 基本上九點沒有報到 在醫院的規則 可以走 沒有問題 醫生可以離開 醫生可以離開 因為跟你的約定 就是在這個時期 是是是 醫生你要休息 結果九點剛好到 電話響 劉醫師 我是今天要看你門診的病人 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我剛下班 我這個服務的信又出來了 我很想等他你知道嗎 但是突然想了一下 你在哪裡 我說那你在哪裡 他說叫我等他 他要馬上過來 他剛下班 對 我在台北車站 你那時醫院在哪裡 三峽 恩主公醫院 我這一想 我如果要等下去的話 跟診小姐不能下班 藥局不能下班 大家都不能下班 簽一髮動全身 對 我就跟他說 那你明天請早 沒有辦法 他怎麼敢 很敢 我這個常常接到 叫醫生等 對 還有 還有 在別地方縫線 縫完了 我外科要拆線 拆線對我們來講 簡單的事情 傷口長好就可以拆了 他說已經縫好 我看一看確實應該長好了 我說請到隔壁 我們那個護士小姐會去幫你 幫你拆 對 護士小姐幫他消毒好 都處理得很好 貼得也很漂亮 出來 拿了一張那個 要去結帳嘛 要繳費 對 他拿了繳費單說 這是什麼 我們小姐說要繳費 醫生沒有幫我拆線 不算 可是護士小姐幫他拆線啊 護士不是醫生 他覺得就是醫生拆線 才能收錢 因為我來看醫生 我不是來看護士 然後就這樣 你說 跟什麼要求都有啦 要求不用交 這種病人 真的是沒付錢 我突然愣了一下 好 那就這樣 我們因為有催葬小組 會去跟他聯絡 李醫師以後 你跟他講 那你去長頸路 沒有你叫長頸路教你 是是 很好 長頸路會教他 他教得很好 不然你說那你就 我再把他縫回來 對齁 我那邊有那個釘子 可以馬上釘起來 釘起來 好 這個很敢開口的人很多 而且要求別人 Vivi這邊也有很誇張的這個故事 對 這是一個新聞 那其實他是一個大尺碼的網紅 對 然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體型比較大 所以他在坐飛機的時候 他很貼心 因為他也覺得說自己的體型比較大 如果說跟別人這樣比零而坐的話 他旁邊的那個人可能也不舒服 所以他一次是買了兩個座位 他買兩個座位坐下來的時候 他覺得很舒服的同時 他旁邊等於是說他一個人站兩個 那一排是三個 就最外面的那個小姐來了 然後那小姐是一個媽媽 他帶著一個十八個月大的小孩 然後就很直接跟他講說 你坐進去一點 我兒子要坐這邊 然後他就想說 可是這是我花錢買的機票 那我買了兩個位置 對 我買了兩個位置 為什麼我要讓給你 然後呢 他他那時候戲裡面是想說 如果你今天口氣好一點 是問我可不可以 他覺得他是可以接受 可是他覺得這個人 他的口氣是理所當然說 你坐進去一點 旁邊這邊要給我的小孩子坐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口氣他忍不下去 他就堅持不讓座 然後他們兩個就吵一吵之後呢 就只好找那個空服員 就空姐過來幫忙處理 那空服員他原本想說 空服員會站在他這邊 沒想到空服員第一時間是請他 讓位子給那個十八個月大的小孩 因為這樣就平息啊 對 然後他就很生氣 覺得說我是花錢的人 我有權力決定我的位子要怎麼樣 所以他就覺得說不行 因為我有付錢 而且我會買兩個位置 就是要讓我自己坐舒服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的孩子 需要坐位 你不是應該再買一張機票給他 而不是叫我犧牲我的權益 所以他就堅持不讓座 然後那個空姐就只好說 好 那只好請這個媽媽 把他的小孩小朋友抱在他的腿上 對 然後他說這件事情媽媽就接受 可是整個那個坐飛機的過程當中 那個媽媽都不停的 也有眼神跟言語不停的罵他 整個路程就不得安寧這樣子 對 這個買兩個位子這個人 只要要上廁所回來 那個媽媽就這樣 就這段眼神 對 表情暴力了 表情暴力了 OK 他自己要再買兩個位子才對 然後有什麼坐飛機 坐飛機不可以讓小孩抱大腿 因為他還很小 所以其實是可以跟家長一起坐的 對 OK 好 那這個志偉也在捷運上 遇到差不多的事情 對 這個就真的 我就覺得你怎麼開得了口 那我個人又這麼有偶包 反正我坐捷運的時候 我就坐在正常的座位 但是就是等於整個車廂是滿的 那也有人用站的 但是站的人不多 就是座位是滿的 那就有一個年輕人上來 上來的時候 反正我就在滑手機 就有人拍我一下 那我就說怎麼 我就看一下一個年輕人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你一個位子可以讓給我坐嗎 他就問我 那我想說他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我說那你怎麼了嗎 他說我很想睡覺 那我就說 好 因為我想說我剩幾站就知道 好 那給你坐 我就站起來 然後我就站起來讓他坐 然後我就自己抓著那個扶手 然後呢 但是我想說他不是要睡覺嗎 結果他沒有在睡覺 滑手機 在打電動 我那時候心裡就很圈圈叉叉 不是要睡覺嗎 那但是你跟這種人計較是沒有用的 反正位子已經讓給他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要剩兩站要下車 我只是心裡覺得說 這年輕人 你不會用眼神殺他嗎 就是如果我知道這個故事我就 可以 一直問他這樣 結果呢 我剩兩站要下車了 突然之間他變成拉我的一腳 很像小孩這樣拉一腳 我覺得拍的人已經不理了 你竟然有偶包表示你是偶像 他沒有叫你迪志偉 沒有 那個偶包不見得代表是偶像 就是很害怕尷尬的場面 這種偶包 對 那反正他就拉拉我的一腳 我就想說怎麼了 我就問他說怎麼樣嗎 那時候我就有點不太開心了 就拉我的衣服 我說怎麼樣 他說 你可以借我一百塊嗎 我心想說拉我一腳跟我借一百 我說你借錢要幹什麼 我還問他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等一下 我太累了 我等一下出捷運站懶得走路 我要坐計程車回家 我心想說你 你會不會太超過了 我說你自己走路回家吧 我就走掉了 就覺得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就是 你要跟他說您貴姓大名啊 在哪兒服務啊 對 我在哇哇會公布這件事 太過分了吧 真的是太寒了 那所以 所以當我在看到一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難怪這個什麼人都有一個網紅 自稱網紅的人很多 他坐計程車 然後他就坐了這計程車 上了計程車之後呢 他就一直滑手機 司機就問他說 因為這個是司機有錄影 新聞有報導 結果他說小姐你要去哪裡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裡 我家在哪裡哪裡哪裡這樣子 載他回家他說 司機先生我沒有帶錢 那你可以借我嗎 不是他不是叫他借他 他說你沒有帶錢 所以呢 他說那你等我一下 我現在打電話問我朋友 可不可以借我 可不可以借我錢 然後他就可能打給 鄭大哥 那個我等一下陪你去約會 你來幫我付一下計程車錢 然後那個對方跟他說 我又不認識你 他隨便找網友 然後那計程車司機就說 就在一邊搖頭 說小姐你是好嗎 說你等一下 我再打電話一下 還有志文哥 那是網友 就說那個他就隨便點一個 那個我等一下可以陪你去飯店 你可以來幫我付錢嗎 所以這司機先生就覺得 你真的好怪 然後就跟他說小姐 你已經接骨頭了 不然要跟你出去 我本來以為這個司機說 我跟你出去 結果是這個小姐問這個司機說 不然這樣 我陪你約會 這個車錢抵掉 結果那個司機直接帶他去警察局 對 就是什麼人都有 小心 這司機搞不好會中計 他如果中計就被先人跳 是 是 有可能 對 或者是染病上身 各方面都危險都有 他很小心 恭喜來 那督子已經不夠帥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今晚 好 那麼看過節目就知道志文 他其實是有一些房地產在租人的 包租公 那他在大樓 這個福德眾望 這個當選高票當選主委 廟公 廟公 大樓啦 社區啦 社區這樣 不過有一些祝福也是很難搞 是的 是的 對 幾年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撤到保全 撤到一個保全 一天晚上他說 那個一樓 他停了一台車 就要一樓 因為一樓是人行道 大樓的基地 人行道 他就過去跟那個屋主說 那我們地下室樓下有林庭車位 你看他請這個人家去那裡停 對 他說沒有啦 那個我自己的那個人家 我隨時說了 我就要走了 他只好就退回去 四五十分鐘後 然後又有人 又來檢舉 對 又來檢舉 然後這次車道保全 他就協同 我們門口還有一個保轉 兩個人一起 他說老闆 抱歉 他人家有人說 是不是這家車他 他說沒有 這我的庭 我是屈權人的 這我的所有權 我停在頭前很舒適 不然你要怎麼樣 沒有你報警好了 這樣講 那因為他那個人行道是這樣 他那個車一擋下去之後 你如果要推輪椅 或者娃娃車你就沒辦法了 過不去 過不去 那後面交通警察來了 那因為這種交通條例 所以保全只能去報警 對 這是溝通 因為交通警察來 我們這是無力排面 沒有禁止這種是沒辦法開你的單 但是他可以溝通 對 我們如果有一個 整機後面就不會這樣 然後來之後溝通 這部車就隨著保全 去停到地下室的那個 零停車位了 會議結束之後 我也沒有討論停車費 因為那時候辦法還不完整 你可以停而已 那個我們社區的群組 叮叮噹噹想不停 因為他PO文 一樓屋主PO文說 限三日內 社區要跟他道歉 否則他要狀告管委會 跟物業中心 並且求償 業務損失四十八萬 事情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當然我們那個群組裡面 這就不能停的 大家就再講 為什麼不能停 其實他這是有辦法的 那當然這個辦法就是說 他有分為說 有這種排位的 就是應該說 靜置停車的那種立排 靜停排位那一種 他就會給你開單 那如果呢 你不是為設置靜停排位 這種就會等於說 他會有人舉發他才會過來 那我們是屬於第三個 沒有設置那個靜停排位 所以他也只能溝通 然後勸導 然後就讓他離開這樣子 說到這個 他就是堅持說那個隊員 他就是等於說 他就要告我們 其實說回來 你知道很誇張 陰邦兵本來 人行道有那個叫做 那種叫做擋車護欄 有點像摸字形 滴滴的在那個地上 然後三個一個 然後這邊隔兩個 他那些人要這樣走 不然要車走那一塊 也不知道乘幾何時 可能摸起來 現在變成那個外送 他就可以 直接可以開上去 那個真的有點危險 那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呢 然後有人在群組上說 我們還是社區安全 不要這樣子 結果他就說我會截圖 我會告你 對 鄰居通常就是像這種 遇到的人說算了 我們就不要去插 不想惹麻煩 不想惹麻煩 三天後 那個車道保全 說要離職 因為他太有壓力了 他就變他去頂 然後總幹事就跟他問 幹嘛遷怒保全 真的會這樣 然後那個總幹事跟他問 他的欲言又止後面 他就說要離職 好不容易 社區保全 敢為正義發聲 敢去想說 來給他維持秩序 反而讓他提前走路 那後面我們為了要一勞永逸 想說改過這個辦法 就請議員 還有道路管理單位 來給我們會刊 就頒給我們一個淨庭牌位 摸得這麼大條 沒有 那是了解 因為後面你立起來之後就變成 你就有一個法員依據了 你不可以停 但是申請那個大概也花了 也有一陣子 後面就變成交接了 對 還有一個大學教授 待會兒溫文如雅 人也不敢了解 所以不敢立 我有那塊牌子 那塊牌子是 但是你社區自己要立起來 對 他就不敢立 後面過了這時候 已經第三屆的 都沒有人敢立 因為大家想說這種事情 就是 和氣 對 和氣 然後後面變我們鄰居 鄰居就覺得這種事情 齒鋒不可掌 但是他覺得這種沒有 沒有品質可言 他就住不住 去住比較高級的社區 從那一次事件 我也覺得說注意 對一個那個 說那個 不是 不是 這是我們隔壁 因為這種事情 整個群組都會沸沸癢癢 我這從那一次 我也覺得說真的 古早的人說 他們大家不要慣了 早睡覺比較沒辦法 但是你是主委 我就是告訴你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雄心壯志 我想說 有時候我們要跟 那時候公司的 那個老闆有的是首富 有的是老闆的人 那些幹部大家都很厲害 你開花 你也有些社會經驗對不對 我有些經驗 我來貢獻給社區 不是不錯嗎 人生以服務為目 但是沒差 你想的 因為每個人都自己 有自己的想法 剛才這種 宿舍剛才兵 有你說不清的 說實在的還真不知道 那後來他有去告嗎 當然沒有 講講的 沒有了 他會把你發 雷聲大雨 對 對 就是社區的人會擔心 聽說還動用到議員 對 還有一邊是這樣 我們社區是這樣 有些鄰居 你現在還住在那個社區嗎 我住在那個社區 那個就起家庭 因為那時候要結婚 都長大了 就像你就就近買個房子 是是是 我們住差不多二十名了 都住得還不錯 有一天晚上 就有人你幫我弄問 半個東西 隨身駆隨一半 剛才起來 我想我真的聽不到 我們也比較有門禁 你不可能直接上來 第二天我又聽到 真的 有聲音 那我就直接躲在 就跑到門口後面 第三天現在把他打下去 挖起來 他也剃一下 因為他才按你的門禮 你就看看是誰 對啊 我就打開了 一個大姐 他說你帶我 你帶我生一半 沒有 好 請開了 請開了 好 我們沒什麼好看 他 他大姐就說 我說你哪位 他說我住你樓下 你洗澡聲音吵到 我說我住這麼久 我洗澡一吵到 我還第一次聽到 我說是怎麼樣吵到你 他說你可能用那個蓮蓬頭 去敲到水龍頭 然後他睡覺睡一半 他就醒過來 第一次 我想說 那這個怎麼隔音那麼爛 我在想這樣 後面我想 好 那沒關係 那我知道了 因為我還真不知道 我這件事 好 過幾天 他又上來了 這次也是 會不會是大姐一直想看你 沒有 沒有 他不會看我 我想說你跟別客人 新聞我 他怎麼看 他就上來 他說 他就說先生 你們家是不是有人這樣走路 很沉重 這樣好像距離 步伐沉重 好 這樣喔 他說還有 還有人 那個滾動動這樣 還有撞拚的 還有拖椅的 我想說你拜託 因為我說我家的小孩 都還算大 最小的國中 我說我家是木地板 你看 我家比較有隔音 隔音 當然不一定說很好 但是我們也穿那個軟軟的鞋子 那習慣都穿他 哪有這個鞋 我說那你呢 你聽到的 不一定是我們家 因為我們的社區一百多戶 他或許會有共振 另外 我說我們 我們是在捷運旁 我問那你平常 會不會聽到捷運的聲音 我說還好 我說對啊 捷運你都聽不到 你聽到我洗澡 真的是這樣子 你洗澡的時候是幾點 我當然是會比較晚 大概都在睡覺 你洗澡是怎麼洗 用聯盟的窗而已 對啊 那個很簡單 那個很複雜嘛 對啊 然後呢 後面呢 他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那個樓下那個隔壁 有一堆阿嬤 我家人坐 大喉大叫 你怎麼聽到我說沒有 他說他們吵得好兇 有些時候下一秒 可能要殺人這樣 他說他都會去門口聽 然後他有錄下來 錄下來 他就說那你放出來 他就放出來給我聽說 真的 那個吵得還蠻大聲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不能說 我就問說 你有去跟他講嗎 這堆阿嬤 你吵架 你有去跟他講嗎 他說沒有 我說對啊 你不能說他很壞 你不去跟他講啊 我好說話 你說我家的什麼 沒有道理 對 後面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真的 我說我們是中古的大樓 那隔壁系統沒那麼好 我說齊岩社區 在我旁邊 那些都有興建案 全額的也好 做你去 我們這裡就是一般 齊岩社區 在北大那裡 對 那很好的社區 不錯 我說你就去看 那裡可以買嗎 我們這裡就是中古的 差不多而已 對 後面我就跟他講 我下一次如果半夜 你不要再上來 不然跟他一樣 我就沒有再客氣 對 對 那這個社區不是怕惡人 怕惡人 對 你不要跟他講 你知道我做靈異節目 我可以看到 可能會看過 你 那不是我們家 幫你製造的 你要注意 你這樣跟他講他就怕了 對 彭英哥 你要跟我說 修正姐 來 先進廣告 來 好 志文剛還要再補充什麼 對 因為是這樣 我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因為 趙英被告上調節委員會 其實他的意思 那時候就跟我說 那時候要買之前 那個鄰居 我們那時候你了解 他說 你最好是不要買 不然你要買 你的隔音 你要處理得好 但是屋主又不是他 他是鄰居 譬如我們處理過 當我們那個房客搬進去之後 真的 噩夢又開始了 他就跟我說 第一個 因為我們留電話 他就說 你們那個房客半夜都不睡覺 就走路聲音會影響到他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房客的噪音連黃東也要管 沒辦法 沒辦法 他只好找你 找你 你去找他 你如果叫他直接去找房客 我們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覺得我要幫房客 稍微處理一下 大概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他就說 那個椅子跟桌子有在山上 會出聲 第三個他說沖水馬桶太大聲 我就想說 沖水馬桶這很難解決吧 不會 我好解決 我說你看 他說你們要買一個靜音馬桶 我照顧他說的 請師傅來鑽一顆 那個靜音馬桶出來 他沖下去之後 那水是用順的 比較沒聲 他會這樣 會這樣 他會這樣順的 是 然後就換過了 還要多兩天 還要多幾天 他又起來 他又說現在 你們家的房客 要不可以那麼晚睡 他在水深窟 他這樣 風 熱水汽 他說風一下 他也風起來 那邊渡火他也渡火 渡火 渡火就找我們都小 好 我跟你講 不是 問題 我說我們家房客 我們是煩惱於瓦斯中毒 所以我們是用電熱水器 根本沒有那個聲音 沒有那個聲音 他說我不說 就是這個聲音 他就傳一個簡訊說 你的房客 你要要求晚上十點以後 早上九點前 不能使用吹風機 不能使用吸塵器 還有洗衣機 因為那會發出噪音 結果我就想說 你這樣不行 我就請一個朋友 稍微了解一下 我說原來是什麼 他原本其實是要買這間 但是賣給我那個屋主 兩個都照不太好 很翻臉 當然人家不一定要賣我 就賣我 賣我的中間 他當然有那種 他也說他說靠吃藥 不然睡不著 也是可能有這個問題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樣 給你軟軟的 看你會想說算了 不然就剩菜打他這樣 買房子就不是這樣 買菜 那個都已經處理了 搞了很久 後面我真的迫不得已 我再去申請調節委員會 往我去申請 我說大家說好 調節委員坐下來 我們寫寫的 看要處理什麼 後面我們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說你如果要隔音 因為那種房子大概都差不多四十多年 那個樓地板很薄 我們說正經的 很薄就是很薄 我們不然就這麼好 大家包容一下 所以我說如果你要 你的天花板要做隔音 我幫你出一半 但是他又說勉 他說只處理我們家就好 他說你再鋪個軟墊 軟墊 隔音墊 他說好 這我處理 另外就是那個椅子跟桌子 要幫他穿小鞋 就是那個不會這樣拖 墊子 墊子 我們就把它處理好 我說好 我們現在照片照鏡 清清清清清 你不可以說一直這樣給我滷 好 這個Vivi呢 你們社區也有怪咖 對 我們社區有一個 對聲音非常敏感 極度敏感的人 那因為我們社區都有 比賽一下 比賽一下 看一下哪一個 要聽之後 對 哪一個比較恐怖的 因為他其實我們社區就有公社 然後我們公社其實蠻多樣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有教育廳跟越覽室 就是你可以在裡面讀書啊幹嘛的 那平常你朋友來 你就會習慣在教育廳嘛 教育廳剛好是在公社的中間這樣 然後我有一次跟我朋友 在那邊聊聊天的時候 就從那個越覽室 就有一個人走出來 然後就穿了高跟鞋 然後他就過來 就用了我最討厭的那一招說 噓 然後想說噓什麼 然後他說你們講話 可以小聲一點嗎 因為我在裡面工作 都一直聽到你們講話的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有可能是我跟我朋友真的聊天聊太忘我了 我們就想說好那就小聲一點 然後過一下子呢 我們就已經用這種很正常的音量講話 他出來又噓一次 又來說噓 然後後來我們這一次就沒有理他 就想說管他的 反正是公害場的誰要理你 然後就沒有理他 然後我就偷去問我們就是物業 然後物業才說 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們分享說 他的誇張行徑 我還知道說哇原來他其實是應該是 精神狀況有點穩定 因為我們我們的公司裡面 有一個鋼琴房 就是小朋友會在裡面彈琴練琴什麼 他說呢 然後他上面有一個透明的玻璃 就是在門上面有一個透明玻璃 你可以這樣子看到裡面的人 在練琴的樣子 他就這樣貼著這樣看人家練琴的樣子 然後聽聽聽之後呢 就很用力這樣叩叩叩敲那個門 說他那麼難聽還敢在這邊彈琴 然後那小朋友就被嚇到說 怎麼辦 被一個阿姨這樣講 他就很害怕 他就不敢彈 然後呢 家長要帶他下去彈 他都會從此就是看有陰影 這樣就算了 因為我們還有那個健身房 然後健身房你在裡面不是就是會 因為你想說你要流汗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會把冷氣真的調太低 因為你想說你運動 對你運動 結果只要跟他一起 他就會把那個冷氣調到十六度 然後呢 他就會跟鄰居一起運動 然後運動的時候鄰居 很冷啊 就想說我來是要來排汗的 你調那麼冷 我就出不了汗 結果把它調到正常的 然後呢 他就很聲音說 他就是要到十六度 然後我們鄰居問他說 為什麼要這麼冷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都沒有辦法流汗 他說因為你的汗很髒 你流汗的話 運動會噴到我 這樣會讓我覺得很噁心 所以就是不能流汗 就是要調十六度 然後大家就這樣吵 就是沒完沒了 後來鄰居呢 也不敢去用健身房了 他一個人在悅染室嘛 大家就會看 他沒有在那個健身房的時候 就會偷偷跑去運動 這樣也不行 他過一下子 他就會來敲門 你跑步的聲音太大聲了 吵到我看書 不准你跑步 就這樣 所以你幾乎用每一個東西 他都會有理由 想辦法去針對你 然後把你趕走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大家就順著他喔 大家會有時候受不了 會跟他吵架 可是吵一吵之後 你就拿這種人沒責啊 因為這種人就是標準 有理說不清啊 你跟他吵架 因為也沒有任何的法律 可以制裁他 那我就不要叫小孩談啊 我就談 我談給我小孩更難聽的 然後我是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在那個大庭廣眾之下 只要有三個人以上的話 然後他大聲地罵小朋友說 你貪情他呢 那麼難聽還敢談 他說其實這會造成公然侮辱 可以去告他 對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找到律師 可以問這個 可不可以這樣子告他這件事情 能不能告就不管他 你先純正信案給他 純正信案給他 或者懷疑的通知啊 你就告他 對啊 他就嚇到了 我跟你說 要不要人騎 真的 對不對 太過分了 對 然後你說這個 所以他連健身房都管就對了 對 他就什麼都可以管 是 人都這裡 這個是說去住五星級飯店 有水療SPA的 最近常常帶湯去宜蘭 不錯 現在宜蘭 很棒喔 郊西有一家五星級飯店 他的五樓這個SPA休閒區 我喜歡這個 他旁邊有一個溫泉椅 就是咬你的小指頭 有一個溫泉椅 那兩隻腳在那裡 那好像電 對 很細微的電 結果呢 躺在頭上 旁邊有一個歐巴桑 他兩隻腳也是在那裡 然後他就一隻腳 然後拿到那裡 另外一隻腳就站在面上 就開始在那裡滑了 不行 我看起來說 歐巴桑 你在這裡滑這樣 看起來 好像尾聲不太好 他說 你很不開心 為什麼 那個魚會來這裡就是 百度數餘的 你不讓我滑滑的 讓我膨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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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不對 說我不對 說我不對 然後 他把皮屑弄下來給他吃 我忽然間想到 五星級飯店不會有這些告示 因為來的人 應該都是很有文化水平 人家去顏志明部落 人家他就有一個看牌 寫一個請勿進入的路 請勿入先生的仙 請勿入仙 請勿入先生 請勿入先生 等一下再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林鋒現在也很受歡迎 這個到處受邀演講 那你說演講也有人說 你打擾到他們 整個年前 有一個管政副班 就是在他們 類似他們社教館 那是社會大眾都可以來 整個都應該是 整個百人坐得慢慢的 還有樓梯口 還有外面進不來 很滿足的西隆感 還沒開始就已經開 開在那裡 這樣等 一日起之後 大家好 很好 非常好 然後就好 就開始說說 然後一個太太抱了一個娃娃 然後就坐在前面而已 然後娃娃開始 開始 我們起動了 起動了 起動了之後 隨便打擾 不然因為會干擾到 私隙就斷掉了 然後 這個繼續 繼續 又開始 頭部員又打擾了 他說 他還打擾 說說百人 然後因為這個太太抱著孩子 整個情緒都不對了 然後我心裡面邊演講 邊演講的時候 腦海裡面已經另外飛掉 因為我的眼睛在看工作人員 有沒有工作人員會 來把他帶走 對 工作人員看到一下 眼神是什麼 結果都沒有 後來我就 我講一講 純潔的小寶寶 有一句話說 他說要見上帝 守抱嬰孩 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純潔 但是他在那裡 我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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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你能不能先出去外面 然後紅一紅之後 這又進來 對 結果他就臉很臭的就出去 出去說有沒有再進來 我就沒有 我就印象不深刻 隔天臉書 我臉書二十多萬的人在追 臉書我喜歡同事說 有人起來沒 他說你就是因為 他會很崇拜你 常常窩窩窩窩 看到你那麼親切的樣子 結果你是一個 這麼沒有愛心的人 說你沒有愛心 媽媽也說你沒有愛心 我爸商談談也說你沒有愛心 對喔 你說你都要 你都要錄你的線 給魚仔吃 有 小孩你要補出去吃 像這種怎麼辦 怎麼辦 就說我沒愛心 這個你叫工作人員處理就好了 工作人員應該不用我講 直接就趕快做一樣 對 結果變成壞人我在做 對 不過你這樣做也沒有錯 你不要在乎他來說 你沒有愛心 我們這種人 就不會跟人家說一下 因為說起來幾個百個 你當演講和當好的時候 真的有孩子在那裡考 就沒有辦法演講下去了 我相信聽眾也會覺得 這樣子不舒服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你很在乎 很在乎 因為我們演講不像 人家教授是類似在講 什麼 你慢慢講你愛他也沒關係 我們是情境導覽 我們是愛人的 我們有哏的 愛嗨的 人家就是要來聽你講這個 結果 演講會有拿到就好了 一點點 我們有一次開醫學會 醫學會 大家都照題目討論 對 突然有一個人 有一個歐吉桑 在臺大醫院的那個會議室 突然起來發表這個意見 他問的題目跟我們講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然後講了一大堆 那我是那個會議場的座長 我說某某先生 你講的東西很重要 這麼重要 我們沒有辦法在今天討論完 我們另外設一個時間給你 好 然後立刻關他的麥克風 麥克風 夠 不然講不下去了 那個有的人會動 現在會去拍 對 那個後來發現 他說他每一場都會 都有進去跟人家討論 也是有一點怪怪的 對 怪怪的 怪叔叔 是是是 那這個劉醫師他開車 也曾經遇到不可理喻的人 大學時代 那時候喜歡 這個沒有錢打那個 那個十八棟 就去打練習場 騎摩托車到那個新店那邊 那邊有那個 有練習場 那裡有蠻多的 有 就走著走著 怎麼被一輛那個BMW 那個是只有兩條線的道路 我已經騎很邊 旁邊還有水溝 對 他如果一直推推推過來 我就快要掉下去了 左腳就給他過去 上面有一個腳印這樣 那個棒球隊就要出現了 馬路棒球隊 他停下來 車門一打開 那裡面那個音樂就是 那個心跳會跳出來的那種音樂 出來發現 好像他想要找我打棒球的樣子 看到一根那個球棒 我國中可是七弦國中的 高雄七弦國中 高雄七弦那個是 國家隊的 那個很厲害的棒球隊 對 我看他那一支我就跟他講 沒有球不能打 看到那一支球棒 對 只有球棒不能打 他看著我的頭說 可以 什麼意思 準備給我打下來了 打我的頭這樣 我那個時候想糟糕 那個水溝也不能下去 他車子又擠在那邊 我沒地方跑了 還好這個時候 救護車而已 不是警車啦 救護車的聲音 他一聽他嚇掉 因為那個聲音很刺耳 他以為是警察 對 其實不是啦 那是救護車而已 準備來接我 他就跑掉了 他就跑掉了 他就收起來就跑掉了 但是這種事情很可怕 真的打下去不得了 對啊 蘇辣 好 這個講到 這個來兇的 那Vivi這邊是碰到來陰的 對 這是我朋友的例子 就是他那時候就是早上 要送小朋友出門 因為他是開車 然後開開 然後大家如果去接種小朋友 都知道說校園附近 如果大家同一時間接小朋友 對 車非常非常多 然後就要互讓這樣 然後他就不小心 就跟一個家長插撞了 那插撞之後他就 因為是他自己的錯 他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就趕快下來看 然後一直道歉 結果沒想到對車呢 等那個人下來 那個家長 居然是他的兒子的同學的媽媽 那好處理啦 對 他就覺得說認識的 然後你知道認識的 本來有點聲音 認識了之後就會覺得說 真的很抱歉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就開始這樣子 看了一下車子 然後那個媽媽呢 人非常好 然後就說現在其實已經快要到上課時間 我看到我的車也沒有怎麼樣 那算了 算了 算了 我們就不用報警了 然後我們就各自處理這樣 趕快送小朋友去上學比較要緊 然後朋友就覺得說 天啊 他人真的太好 他覺得說自己一早 就遇到這種天使 然後就一直跟他道謝 說謝謝 謝謝 謝謝 然後他們就分別的 送小朋友去上課 我一直考試會給你們 給你兒子看喔 然後他們就上課 上課之後隔了兩天 他就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就接起來 警察局打來的電話 然後他就說怎麼 他想說他這兩天 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你是不是有在那個國小 然後有跟一台車擦撞 他說對 他說我們有跟對方和解了什麼 他說沒有 他說那個媽媽現在告你 肇事逃逸 然後請你現在就立刻來警察局 這大條了耶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超級冤枉 想說沒想到那個媽媽 居然來知道應的 因為他們其實是家長 他不是說不用報警 對 可是沒想到他居然反手 隔兩天他可能自己想一想 覺得不對或怎麼樣 直接去報警 然後就變我朋友 就被告上那個肇事逃逸 可是他說車子沒怎樣 對 但是因為他就是沒有留下 任何報案的紀錄 然後因為的確是我朋友的錯 所以就變成我朋友 就必須要陪他 然後聽說後來賠了幾十萬 因為他開始就會說他哪裡痛 哪裡痛什麼什麼之類的 太離譜了 真的很誇張 他說他從來不知道原來 這樣子會鬧得這麼嚴重 而且還是認識的人 是是是 林隆這邊做導遊 也碰過那種 這個沒有公德性的人 泡湯 不管是說去日本還是好 還是我剛才說最近去宜蘭 大家泡湯有很多 然後有那個裸湯 男生女生分開一種裸湯 一般你仔細看那個裸湯的部分 都會寫幾歲以下小孩不可以進去 一般都會寫 然後這個裸 我如果有時候十八七 算一算之後 然後晚上還是安全 我會去裸湯的地方 因為完全沒有穿衣服 那感覺真的很好 像蘭陽那個飯店 他是最頂樓 最頂樓的地方 我都差不多兩點先確認 還不能進房間嘛 就先上去 因為一般人家三四點確認的才進來 十二點就退房 我自己一個人包場 整個扛下去之後 在這個屋頂山可以看到龜山島這樣子 兩頭對方感覺很好 後來現在那個大樓 前面的大樓蓋起來之後 我就是變成去那邊泡樓湯 就純粹去泡樓湯 很安靜 結果那個老婆就帶孩子 孩子就走下去 有時候那個溫度很高的地方 你還在適應的時候 不可以很風就突然跳下去 或是怎麼樣 會自己跟你說 很熱 小孩子又在那邊玩 跳來玩過去 然後我就跟那個 這個泡樓湯的經驗 為什麼讓靈東印象這麼深刻 我們等一下繼續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裸湯 這個 本來是沒關係 小孩子在那邊吵 但是 真的很想安靜享受一下 因為我以前的那種享受的感覺 我還在陶醉 還在難忘那種 我自己包場那種感覺 泡那種樓湯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就是像日本人 他的毛巾要放在頭上 因為那個汗會直接衝上來 讓你才不會頭腥肉 然後閉目養神 然後有時候他是樓湯 天上白影飄飄 想兩回來回過去這樣子 小孩子在那裡吵 我就跟他父親講說 這個地方是不能帶小孩子來的 你要的話 你就到五樓那個SPA區 結果那老爸跟我說 後來你自己當老爸你就知道 我心裡想喝白了 沒有孩子 對啊 就這樣 他覺得他是 這個爸爸這樣不理解 他覺得他是對的 我就不想再跟他吵 對啊 那規定就是小孩子不能進來 對 我覺得林隆大哥 蠻有道德勇氣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很多人都缺乏道德勇氣 明明就很氣 他又不敢跟他講 你還蠻... 你都敢說 但是我會看臉書 真正的派 我就告訴他我是屎辣 就像有一次在... 在那個北投那一棵 旁邊一個人在賣小鳥 那就是鵝來小鳥 在那邊賣這樣 結果過去 我老婆在車上 如果我老婆在一定不會讓我 我看 你怎麼可以去鵝照來賣 對啊 然後他就說 這是你的嗎 然後研究很大了 我馬上... 我告訴他 我是屎辣 謝謝謝謝 我就走了 這樣你就走了 對啊 因為不要叫一隻蜘蛛唱歌 他會很生氣 你也會很生氣 真的喔 好 那這個林隆人 這個還以前帶團 在遊覽車 也碰到小朋友也跑來跑去 這個... 同樣的 我們在帶團跟我們演講 因為我在帶團 就像提槍上戰場一樣 那是每一分每一秒 對 這個... 正在說... 那孩子 阿公坐在頭前 爸爸坐在後面 孩子就這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然後我們就說 孩子你顧著車上不好 讓他這樣走來走去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是沒有遊覽車要強迫吸安全帶 現在是有強迫兩年前 就是遊覽車頭頂上 最前面那兩個 還有樓梯上來 本來導遊坐這一個 然後後面一個安全門 跟後面兩個安全門 那個一定... 你只要一上遊覽車 你一定要吸安全帶 接下來上國道跟上快速道路的 全部通通吸安全帶 這是近兩年的法令 以前沒有嘛 所以說這個... 那孩子在那裡走 我站好 你不要走他走去 我們就結束我這樣說 實在是 情緒 像說我經常在說 有時候坐在那裡在噴水 我們也是都沒辦法這樣說 然後這個 孫基市的緊急煞車 孩子衝過來 四腳朝天 又撞到我 我採點也好 還好我後面一個導遊的那個靠北 所以稍微靠了一下 結果那個... 不知道阿公是老廚 我忘記了 孫基市怎麼開車 人的緊急煞車 那緊急煞車 就是有時候就噴到危險 緊急煞車常常有的 很意外的狀況嘛 對啊 接下來在那個年代 他竟然還講 你們怎麼沒有叫我們要綁安全帶 那時候就被罵過一次 然後另外還有一次 我印象也很深 記很深刻 我們在車上 孩子都會在那裡插 在那裡插 在那裡插這樣 奇怪耶 那個是公司行號 以前的公司行號 有老闆 有經理 有什麼董事 你知道 人家就喜歡聽我 天上在練小話 像這樣 又說情境引導 那是很有感覺 三四美鳳俱 誰是眼波橫問進何處去 眉眼淫淫出 同樣是遊覽車在看著海 看著海 因著每一個人的境界 跟生活歷練不一樣 看到海不一樣 小孩子看到海 然後裡面噴出來的歌是 百人淘淘淘我不怕 年輕的小姐看到的是 聽海鼓的聲音 中年的歐巴桑看到了 還是人家說 這人生嗨嗨嗨嗨嗨嗨嗨 到了一定的年紀人生 歷練到一個境界之後 看到了還是 沙海小 想要這個 頭 頭兩岸朝 臭乘水浪漬 Fu呢 Fu呢 觀眾朋友Fu呢 厲害厲害 我只是沒有要跟你聽 怎麼沒有同事 或是比如說你 借我碰你一下 你如果乖一下 別人在那裡開店 你不要怎麼說 他都沒有 然後呢 女菜入名了啦 你講的學會 唱作俱佳 我就是被他打斷了 打斷了之後 然後接下來我就 苦中作樂樂無窮 樂中有苦苦 我們遇到這種純潔的靈魂 這種這麼年純潔的小孩 沒辦法跟他講道理 說不聽 沒辦法 大家包容一下 我們遇到這個無政府的 沒辦法 那不順情的 我們再喝一喝 下車之後 他們阿公 過來 林郎 阿公怎麼樣 不要對小孩說 沒身分證 沒政府 為什麼 來...大家猜猜 為什麼不可以對 那麼小的小孩子說 沒身分證 他有沒有身分證 沒有 他有政府有投票錢嗎 沒有 為什麼不能說 為什麼 對 我也想說阿公為什麼 這種人 沒身分證 這種人也沒政府 挑起的人 這麼沒身分證 從此我這句話不敢再講 就像我曾經 隨便講一句話 也得罪了一個女人 就是 我們如果說 存天 像最近的天氣 照暖還寒 還寒 存天也沒面 畫變天也變天 就這麼一句話 存天也沒面 下車的時候 一個太太過來 林郎 我每次聽到人說這句話 我很辛苦 我是人的後面 但是我對很多人 那些事 很好 我不敢打不敢麻 但是我每次聽到人說 春天後面 畫面就變 難怪我 不要說我以前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後母帶長大的 每天不喝水 就是一杯那個飲料 甜飲料 然後這個吃東西 也都不照吃 也就是說生活素養 生活認識 該教她的沒有教她 不教 因為人家 以前我們說 孤獨很男兒子 以前我們爭口 孤獨很男兒子 所以變成該教養 不敢教養 怕被講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真的 覺得他們被誤會了 春天後面 但他們對小孩可能很好 對 那這個講到小孩子 Vivi這邊 這個還有一個故事 是個單親媽媽 對 對 沒錯 就是我朋友她 她的班上 她的小孩子 剛好跟一個小朋友是同班 然後那個小朋友的媽媽 他們是單親家庭 就對了 所以單親家庭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她媽媽的 真的有被欺負過 還是她說她自己心裡作祟 她就是很害怕 她自己跟她的孩子被欺負 所以她在家裡面 都會教小朋友 怎麼樣保護自己 可是她的保護的方式 就是去欺負同學 就是她不是說預防大家欺負 她不是 她是先下手為強 因為她怕被欺負 所以她是先下手為強 所以她經過同學旁邊 她就把同學桌子的東西 全部掃在地上 然後呢 同學桌 抽屜裡面全部都幫她 塞滿那個垃圾 還把她的拖鞋 從那個樓上這樣丟下 每一個同學班上 他們班很像是三十幾個人 每一個同學都被她欺負過 這太過分了 對 然後所以呢 老師就跟她媽媽溝通 說你的就是小朋友部分 要管教什麼的 結果你知道她媽媽很厲害 她媽媽就是 有那個演戲甜粉 她就立刻哭訴說 我知道你們是因為看我單親家庭 想要欺負我們 然後她說我兒子呢 其實就是太聰明了 她就是一個天才 同學們都嫉妒她 所以大家全部起來排擠她 然後你們才會說她欺負同學 其實她根本沒有 她就是被欺負的那一個 對 然後大家全部都想說 惡人先告狀 怎麼會這樣子 就覺得說這媽媽她是沒有辦法正視說她孩子有問題這件事情 那就算了 大家就一直想說那怎麼樣讓她去接受這個治療 因為都覺得說這個孩子其實情緒上面有問題 以後可能會成為社會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一直想說要讓她去接受治療 可是她媽媽不承認嘛 所以他們就決定 就所有的家長聯合投書到那個政府機關去申訴 通常會寫教育局 對 然後去申訴 就你知道嗎 收到教育局的回函就是之後是什麼 全部人大傻眼 那個媽媽先下手圍牆 先去申訴 所以呢 他已經去投訴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 他先去申訴 結果政府採用那個媽媽的說法 因為他說從來沒有接過案子是 一個同學可以霸凌全班 所以你們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他真的被全部的同學霸凌 才是真的 然後他就不被採用 所以大家就很痛苦 就還是必須要跟他一起 他充分利用孤兒寡母那種弱勢 對 所以就覺得怎麼會有媽媽 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 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那些孩子採出來 可能會以後會很慘 對 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對 可是又沒有辦法 是是是 好 那其他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 來休息一下 好 那麼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認為醫生受過很優良的訓練 那可是其實醫生也有天兵 劉醫師 林東剛剛講了 不要對豬唱歌 不要教他唱歌 我們很怕的是跟豬一起工作 同一個團隊你知道嗎 對 我們都是 跟豬一起工作 跟豬一起工作很辛苦的事情 好了 這個消毒 要開刀之前要消毒 我們外科一定要做的 用酒精 酒精消毒 消毒完了之後 把那個單子鋪好無菌再開 對 對 結果這個隊友是這樣 消完毒他那個消毒水還有 你知道嗎 倒了浪費 就給他全部倒在那個肚皮上面 要開刀那裡 對 倒下去 倒下去他濕的 濕的單鋪上去 煮之一濕來 刀一切下去 血流下來 他就用那個止血 電燒止血 立刻上菜 燒酒雞 真的 燒起來了 那個酒精燒起來 沒有焰火的顏色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 對 覺得手套在燙了 哇 這樣伸開 那整片都已經燒到 那不是會有肉香嗎 就是有聞到才知道上菜 冰外型還得了 這個是一個豬隊友的故事 還有另外一個 那這樣子要陪病人吧 這個要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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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開胸 我們開胸裡面那個血管 都是大條的 對 好不容易 那個腫瘤找到了 要把它結 就是血管要切斷 要把那個線綁下去綁好 那個主治醫師 那是止血是不是 止血 一定要綁好 綁得很緊 要不然那個血噴出來不得了 結果這個線一下去 那個助手 線一下去 啪 斷掉 線斷掉 那個血就 就湧出來 那個主治醫師 一下子 動脈嗎 動脈 主治醫師馬上 脫口說了一句話 豬啊 真的是 是吧 應該是吧 但是對方 不知道他是豬 他不承認 他覺得說他豬 他很侮辱 可是線斷掉 是不會斷掉的嗎 要好好綁 不會斷 但那個線 摩擦那個棉線 擠一下之後 還是會有可能 有一些弱的地方會斷 是 那問題是這種狀況 罵他豬 他又不願意 主治醫師好不容易 把那個血止住 問題是他現在 停在那裡 因為被侮辱了 他不想繼續開下去 主治醫師要安慰他 就說沒有關係 假以十日 豬也可以變成豬金 變什麼 豬金 豬金 對 假以十日 豬也可以變成豬金 沒有安慰到 完全沒有安慰到 這個老教授 才有辦法處理這種 我們這種年輕的 只會用罵的 我們醫醫生 就是把病人治療完了 如果說結果不好的話 我們有一個會議 叫做MM 就是死亡 還有這個核併症 病發症的討論會 這叫MM MM好像那個巧克力 對 MM是一個月開一次 被挑上去的都是死掉的 要不然就是住院住很久 有問題的 一個禮拜討論一次 開會 一個月 一個月一次 那挑出來的都是 哇 這裡面都是 應該有很多錯誤在裡面 才對 真的喔 應該有啦 不然病人死亡就是失敗了 失敗了才會死亡 會被挑出來一定是 做得很奇怪 好 結果主治醫師上去 為他自己辯護 都做得很好 做到最後都病人 我們有一個老教授 九十多歲了 坐在下面 用助聽器在聽他講 講完了之後 助聽器放下來 講話了 你們做得都對 是病人錯了 找你看病 他應該去看眼科的 找錯醫生了 他瞎了眼 哇 這個教授厲害 真的厲害 對 所以對於豬隊友 要用豬的方式來做 好 那這個志偉呢 這個因為一件事 所以你就不跟一個朋友 對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我出國人家托我買東西 因為很多很重 那所以如果你買給兩個 是順便OK 那譬如說林農老師 請我幫他買 對 買了之後 我可能跟他確定 開視訊給他看 是這個沒錯 對 那OK 那我就回去了 那回去我們可能會PO自己的戰利品 他又打來了 我看你剛剛PO的那個貨物 我也蠻喜歡 我也要這樣子 我說我就回來了 而且已經很晚了 店都關了 這樣子喔 可是我很喜歡 我說那怎麼辦 不然你會賣我好 千萬會說得出來 我說我自己也要 我怎麼賣給你 他說沒關係 你太太是空姐 常常可以飛日本 叫他幫你買就好了 他只顧他自己 就顧自己自私 這種話講得出來 但我最後也是把東西 賣給他 對 但是這個朋友 就是謝謝再臨 是